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如这个图 这个三角形AVC直辨 三边长是13,12,5 那现在它以VC当轴快速旋转 那它问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图形 就是圆锥,扫出来的话 这会是一个圆 这底的话是一个圆 底的话是一个圆 那这圆心,这半径 半径是等于12 那这是底 所以这底面积是等于多少 底面积是等于πr平方 π,就是圆周率,乘以半径 12的平方 这个是等于b4,4π 好,再来侧面积 侧面积的话,你这样把它切开来 摊开来的话 这个的话呢,就是以这个 这个半径AB AB13 然后的话 这个摊开来 这个半径的这个弧 是等于这个圆周长 半径的这个弧 这个弧的话也是等于这个圆周长 那圆周长是2πr 2π,它乘以r r的话也是这个圆的弹径 乘以12 所以这是24π 好,那这个扇形的面积 带公式 我们叫做那个 A好了 A 就A2好了,这是A1 A2的话呢,是等于2分之1rs 那s是这个弧场 那这个的话呢,是大扇形的那个半径 2分之1乘以13 乘以24π 所以12π 可以抽出来 那就12加13 25 这样等到啥 1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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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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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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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3 5 5